这个当然这个美国很着急啦 那最近声称要求中国大陆出借越壤的样本 那但是美方的申请没有受到批准 大陆就很快的回绝了 因为非常的珍贵是不是 但是过去我们看到有跟俄罗斯进行了一些交换 在越武的这个越壤的部分 所以我问一下这个丽将军 丽将军怎么看 当然美国自己绑手绑脚是没有错了 你怎么看在这次神舟18号的返回 我们都以为说是从太空中发射可能比较难 但是我后来看过这次以后 它返回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要精密的计算 你知道它在距离地球表面上空 有390公里那么高的地方 刚开始是做什么 就是这个轨返分离 就是返回舱跟这个太空舱要做分离 这是390公里上空要做的动作 那第一次分离之后 它要绕这个返回舱 要在地球上面绕五圈 然后找到 到它预定要开始下降的地点 要绕五圈 在地球上空轨道要绕五圈 五圈之后它要调整它的姿势 因为它回来的姿势 你不能说是头朝下 一定要屁股朝下 那这个时候要调整姿势 这个姿势大概要用到 大概150秒到180秒 你姿势要调到刚好 这个开始才可以进入这个大气层 然后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大概到150公里的时候 它有一个推进舱 有一个返回舱 这时候这两个舱还是连接在一起 那推进舱要把它抛弃掉 抛弃掉以后它到哪里去了 它就在大气层里面烧毁了 然后返回舱 这时候大概从海拔高 大概145公里的地方开始下降 然后到达100公里的时候 下到100公里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谓的卡门线 这时候开始进入大气层 那我们讲的黑障区 是在几公里到几公里以来 就是40公里 大概40公里到80公里 这段区域是黑障区 最危险的时候 下降非常的快 然后所有 因为产生的这种 表面上面会产生高温 会产生电离子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通讯不通 对不对 通讯通不了 因为这时候不管是美国或谁 你通讯通不了 第二个你姿势要对 你如果姿势不对来讲 你可能就烧毁了 那个角度要算得刚好 第三个来讲的话 你这个飞行员 宇航员在里面要承受住高温 那包括到隔热舱 或者是宇航员穿着制服什么 都要设计得刚好 包括高温来讲 人在里面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高温下来 我们都看到 这时候他们形容 这时候像什么 像炼丹炉一样 像炼丹炉 这个形容也很妙 太上新薰的炼丹炉 那个在里面出来 都变成猴子了 对不对 然后下降到40公里的时候 这时候开始接触到空气 开始进入大气层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大家看到 就是返回舱开舱门 开舱门 当然这时候 这个天都还没有亮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所有的宇航员被抬出来 当第一时间 一个标准动作 就是先去检查身体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们有第一顿 这个丰盛的早餐 今天大陆媒体 也把这个早餐登出来 据说大家这个 点的都一样 这个早餐超级丰盛 大概十几道 这个牛肉 青菜 粥 面 这一大堆 所以大家看到 就非常想念地球的感觉 但是又有一点怀念太空 这家乡味 那真的是从太空回来 六个月没有吃到家乡味 特别回来 那你知道 它这降落伞 其实是开两次 第一次 因为速度太快 所以第一个降落伞打开以后 然后吃到空气 但是这个速度还是很快 所以第一张降落伞丢掉以后 要开第二张降落伞 那快要着地的时候 大家别以为 它就像摔到地上来 它还要喷火 就反作用力 大概每秒以这个三公尺的速度 才能够很平稳落到地上 不然的话 你人在里面都会震到 那月朗来讲的话 这是我特别去看 这次月朗来讲的话 那不得了 那这次月朗是很重大一个突破 除了我们说晶体之外 后来他们也又发现 这是月朗里面 还有哪些这个成分 第一个钛 钛金属 第二个铁 第三个有氢 第四个有氧 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知道钛本来就是算稀有金属嘛 算高贵金属 那将来提炼不得了 那另外氢跟氧来讲的话 那功能就很大了 氢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能够将它合成H2O的话 就是水 那他们说一吨的这种月朗的话 可以提炼出来 100平的矿泉水 那人类就可以在月朗里面生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那个氧 如果氧能够帮它提炼出来 融合之后将氧提炼出来 人就可以在太空之中呼吸了嘛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铃密码 平台 平台